皇上 西北请安的折子到了 请皇上过目 年庚瑶的手脚真快 敦秦王的事情才出 年庚瑶请安的折子就到了 怕是来试探皇上态度的吧 是为天象之事上的贺表 来来去去就这些 朕懒得看 你念给朕听 朕懒得看 朕懒得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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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督纳太调回京 奴才即可去办 周霓海 你把话说清楚 娘娘 年大将军给皇上上了贺表 祝贺星相之事 可是怕是盲中出错 年大将军写错了字 什么字 大将军把朝前西涕写成了夕阳朝前 还好还好 只是一点彼物而已 可是皇上生了大气了 那折子呢 皇上没有猪批 折子被发回去了 娘娘 果然是今世不如老日日 上次办的是哥哥的家政 如今除了对亲王真实 虽说与哥哥无直接关系 但一切结在皇上去予不许之间 爷下连猪批都没了 怕是不好啊 娘娘 您得为大将军想个法子 本宫还能怎样 只能让哥哥列出忠心 求得皇上宽恕 你再去看看 皇上是否有空见本宫 喳 奴才马上就去 启禀皇上 年庚瑶下威势而作威府 招权纳会排一档同 冒烂军功侵吞国塔 难杀无辜 迫害良民 谋逆之事庆逐难输 启禀皇上 年庚瑶如此齐举往上 不忠不乏 仍然得而助治 启禀皇上 年庚瑶备恩复国 罪责当诛 但他官高觉险 手握重兵 远在西北 党羽众多 不可操之过急 恐逼他拥兵造反 不如则从严 伐从缓 年庚瑶备恩复国塔 年庚瑶不克守唯臣之道 功行不法 权无忌惮 朕若不成处 何以平息名分 重振朝纲 凡年庚瑶之党徒 若人念及旧情 赴国恩而敢私会 杨奉因违 发觉之后 军因以逆党之罪 重罪正罚 皇上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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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皇上请安 起来吧 谢皇上 这是年庚瑶生变的折子 你们瞧瞧 年庚瑶生变的折子 你们瞧瞧 年庚瑶隶属多年以来 对皇上的忠心 极情可表 只是臣多心 年庚瑶如此细数 只怕也有炫耀功劳 震慑皇帝之意 年庚瑶竟在此时海口夸功 这显而易见 他为了洗清自己安身立命 竟然铤而走险 不顾功高镇主之嫌了 朕也如此想 他的意思 只怕是朕离了他 就不能安邦定国了 年庚瑶一向鞠躬自傲 皇上多番容忍 他却变本加厉 罪臣允娥一遇谋反前 曾有书信联络年庚瑶 皇上结下的只是其中的一封 以前一定还有 年庚瑶知情不报 还引得允娥以她为知己 相与她联手 这其中若说没有她年庚瑶的过失 臣到死都不能相信 年庚瑶叫朕寒心已急 朕容忍已久 也无需再忍 主 不 隔去年更要川山总督一职 便为杭州将军 他的职务由岳中西兼任 张廷玥 你将朕的意思你一道指来看 是 听说哥哥身边的折子 已经递上去了 也不知怎么样 皇上一向厚待大将军和娘娘 再生气 身斥几句 或者是罚奉也就完了 娘娘不要太担心了 今日的事情是一桩皆是一桩 虽说皇上宠着你 也如常对待本宫 可本宫这心理 就没有安定的时候 娘娘自从复位以后 就日夜不安 若再这样下去 娘娘小心伤了自己的身子 娘娘 娘娘 大事不好了 大将军没隔了川山总督的职位了 皇上万福今安 皇上兴致今日看上去很好 是啊 前些日子朝政忙 皇上 朕也没有心思 听你好好唱上一句 臣妾也许久没见皇上了 许久未见朕 会不会都没有力气弹乐琴了 是啊 因为许久没见皇上 臣妾记忆都生疏了呢 你的手怎么了 没什么 都已经快好了 有话不许瞒着朕 婉姐姐与臣妾亲如姐妹 前些日子 姐姐小产 虽然已经痊愈 却一直体虚 臣妾听闻 以人血入药瘾 最能强身健体 便割腕取血奉于姐姐 传闻不足信也太傻 可是姐姐的身子确实好多了 不是吗 朕当日发落婉萍去蓬莱州 你来见朕执意跟随 朕便知你跟婉萍姐妹情重 若没有你的跟随 那些时日她一定很难熬 臣妾与姐姐同甘共苦 是应该的 在以后的时日 臣妾也希望能常陪伴皇上 跟姐姐左右 停轿 停轿 快停轿 娘娘 华妃娘娘吉祥 知答应吉祥 皇上在吗 安贵人正在半价呢 起开 娘娘 而是皇上有止 这些日子娘娘不必来请安求见了 皇上为何不见本宫 皇上的圣意奴才怎敢揣测 娘娘 娘娘三思啊 娘娘 娘娘 皇上 臣妾的兄长并非有英邦梵天威 西洋朝前四个字 纯属无心之事 还望皇上念在臣妾兄长的功劳 宽恕他们皇上 娘娘 您这样只能使自己更加难堪哪 何苦来着 本宫一定要归 归到皇上欠本宫为耻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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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妃娘娘在外面如此祈求 皇上 您要不要见见她 朕知道她会来 就是不想见她朕才见了你 皇上 可是华妃娘娘在外面求得如此凄惨 实在叨扰了皇上的安宁 这不见见臣妾啊皇上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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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贬 所以本宫也知道你们素来不喜欢华妃的性子 但大家到底是同储一宫的姐妹 这个时候要多多安慰她才是 是 娘娘 话说回来 华妃虽然可怜也是她哥哥年庚瑶旧由自取 平日跋扈嚣张惯了 在皇上面前也不知收敛 若早些知道错的话 也不至于到今日被群臣参奏啊 娘娘恕罪 臣妾有罪 好端端的 你怎么了 臣妾深知一事却隐瞒至今 如今不敢不说了 什么事 你说吧 数年前在圆明园的时候 华妃娘娘只使人在瘟疫公主的马蹄羹里 下了木鼠粉来毒害公主 并意图嫁活给婉萍 嫁活不成 又指使御膳房的小唐顶罪 既然你知道这事 为什么要瞒到现在 你才说出来 平且本不执行的 平且受了华妃的蒙蔽 一心致以为是婉萍所为 直到有一日 平且亲眼看见华妃指使小唐顶罪 这才知晓 可是平且不小心被华妃发现了 她便威胁臣妾说 若敢将此事宣扬出去 便也要把公主夺去抚养 可怜小小的瘟疫 这个年纪就要遭到如此的罪过 臣妾实在明白曹贵人的心情 哪个母亲不怕自己的孩子被别人夺走呢 当日瘟疫中毒之事人人都有移动 只奈何皇上顾及宫眷颜面不曾追查下去 若真如此 华妃当真是歹毒 她虽不是瘟疫的生母 但怎能对小小的婴儿下此毒手呢 可是娘娘小唐已经给仗毙了 现在是死无对证了 当日华妃指使两个宫女说 亲眼看见婉嫔经过了臣妾的住处 后今端妃娘娘指证实属诬陷 可见王妃司马昭之行 可怜臣妾的瘟疫尚在强保 却好造人如此利用 婉嫔 这件事牵连到你 你有什么话说 当日之事臣妾的确是冤枉的 本宫知道 你坐下 谢娘娘 江福海 奴才在 请华妃过来 遮 娘娘 关于大将军又有新的旨意下来了 皇上怎么说 朕 朕 你说便是了 本宫还有什么惊不得的 宣大将军太保之位 阁一等公爵位 连年复年兴两位公子的职务也给撤了 不得的 哥哥有错受法 怎么还要牵连年复年兴呢 皇上雷霆之位未捡 否则也不会不见娘娘了 华妃娘娘吉祥 什么事 皇后娘娘想即刻见您 请您前往景仁宫一趟 好 本宫也正想见皇后 走 走 娘娘恕罪 臣妾还有事一直不敢说 你放心大胆地说 臣贵人 是 这是 我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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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才被灭了口 娘娘 华妃怎能如此大胆 难怪她平时爱好奢华 她功力花银子 像流水一样 原本以为是她母家年庚摇进县的 没想到她竟然敢厮守贿赂 她受了多少 这个臣妾也不知道 总不少于十数万两 皇上最恨贪官污吏 没想到进她的后宫来了 贱人 王妃 你做什么 惊人公岂容你放肆 不容本宫放肆也放肆多回 还差这一回吗 贱人 贱人 你竟敢出败本宫 你管的是谁提醒你到这个地位吗 又是谁千方百计地讨好本宫 王妃本宫如此信任你 大家都听到了 是华妃自己说的 与曹贵人过从亲密 因此曹贵人所说句句可信 简秋 去通知皇上 拙慎刑司严审义坤公的宫人 是 是你 还是皇后 还是你们在座的哪一个 指使这个贱人来诬陷本宫 没有人要诬陷娘娘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你们一个个落井下石 强盗众人推呀 看你这个样子 本宫也不能问什么了 你先回宫去 别像个施警破腹似的 怎么说你还是皇上的妃子 皇后想问什么 尽管到义坤公来问 臣妾恭候 受了他这么多年的气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真是痛快 义坤公的人个个都要审 一个不能放过 尤其是周宁海 明知 一天外面的声音 是不是周宁海的守护刑 阳亮 您别自个儿杀自个儿 你情两天两夜 尽了深行思 不吐出点真东西 是不行的 此人嘴里 他们都能挖出东西 梦梦 我应你 本宫自己做过的事情 一件都不过 若周宁海为保命 供出本宫 本宫不怪的 本宫自己承担便是 本宫只盼着皇上 顾年旧气 不要再降罪于歌 万一香是不是用完了 去 快加上 是 华妃娘娘吉祥 你又来做什么 皇后娘娘得知 您担心兄长的近况 所以派奴才前来告知 本宫兄长接连被贬 皇上还不可放过吗 将军刚到江浙一带 那边就谣言四起 说将军埋怨皇上 听谗言怪功臣 还说出了什么 地出三江口 家湖做战场的 大逆不道之语 刘言非语 其可当真 本宫的兄长 断不会说出 这种谋逆之话 本宫看你们 是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吧 娘娘 话是别人传的 可事是自己做的 您怪不得旁人 将军刚到江苏一征 便观望不前 并指使旁人 为其保留 川山总督之职 皇上怒斥将军 千言观望 娘娘 皇上刚刚下了旨意 便将军为杭州城门的看守 娘娘 这旨意 可是新鲜热乎得很啊 皇上 皇上果真这般无情 皇上果真这般无情 娘娘 娘娘您醒醒 娘娘 皇上 这是周宁海的贡状 上面说到 有曹贵人所诉的牧鼠粉之事 纯贵人之死收受贿赂 绑建官员 更有指使余氏在婉嫔的药中下毒 推贿贵人落水 陷害贵贵人甲运 并把得了十亿的工人用过之物 给惠贵人用 使惠贵人一同染上十亿 以及谋害其他妃嫔之事 请皇上过目 该吐的周宁海都吐干净了吗 回皇上 周宁海受刑后 晕过去两次 他说他只知道这些 别的他也不清楚 还有别的 华妃造的孽还不够 拿下去 华妃之罪实在是庆竹难输 皇上 你打算怎么处置华妃呢 去查 凡是和华妃有来往的工人 行计可疑的一律仗毙 是 阿妃年事 久在恭维 德行有亏 卓废出封号 将为答应 皇上有人德之心宽待后宫 料想年答应一定能改过自信 臣妾替年答应谢过皇上 可是年答应一直都想面见皇上 大概一是想有所申诉 二是求皇上宽恕其家人 朕跟他已经无话可说了 朕记得他刚入王府的时候 那样的明艳活泼 怎么如今竟成了这个样子 您答应是咎由自取 怨不得旁人 这次功臣之家士领女子选到宫里的有哪些个 申要表示一下奖励功臣之心 臣妾按皇上所说 选了督察院御史 瓜尔加厄敏之女 瓜尔加文渊 和萧綦莹副统领 离宾之妹离盈 还请皇上定夺 离世是汉军旗 是 瓜尔加氏是满君相簧旗的 宫里满君旗的嫔妃不多 倒是可以再添一个 是 那么皇上给他个什么位分呢 臣妾择了齐祥二字 都可以作封号 就齐贵人吧 十一月初一入宫 好 那和您答应一起的知答应 又该如何处置呢 随他去吧 就还做宫女伺候年答应 曹贵人也曾和年答应 十分亲近呢 曹贵人 你既早知道她的所作所为 为什么现在才说呢 皇上恕罪 臣妾实在是不敢啊 昔日年事跋扈 已经害了不少的妃嫔了 在七位时之下 臣妾只能三千其口 以保全自身和公主 只是如今 温宜渐渐渐长大 臣妾实在不想她像臣妾一样 受人胁迫 臣妾自身尚不足惜 可温宜 毕竟是皇上的骨血 皇上今日平定了前朝 臣妾 才敢向皇后告发此事 臣妾实在不感受年事的胁迫 臣妾愿临任何责罚 担求皇上千万不要快责公主 皇上 曹贵人已是迫不得已 再说 公主年龄尚小 曹姐姐为了公主受了这么多委屈 皇上要好好安抚曹姐姐才是 贵人曹秦末 揭露年事罪行有功 册封为贫 封号香 十一月初一行册封礼 谢皇上恩典 如何 没有赐死 那么被打入冷宫 只是被废除了封号 将为答应 连易昆宫都许他住着 什么 只是这样 年事的罪行皇上都知道 皇上这样做 显然是对他旧情难舍心有愧疚 那个曹秦末如何 七句真三句假 将自己所做的恶事撇得干干净净 顶多是一个受宠妃胁迫的无助母亲 值得同情原谅 那个曹秦末 倒是比华妃聪明得多 没了曹秦末的华妃 像只断了翅膀的老鹰 莽撞而没有方向 一味只会用枪 甚至被反咬一口 也不得翻身 皇上还在为年耕摇一事 担心吗 朕已经隔去了年耕摇所有的职务 命他去看守城门 若他能安分守己 朕也不想赶尽杀绝 可这个年耕摇居然 穿着朕御赐的黄马褂去看守城门 招摇过世 惹得流言纷纷 让天下人都以为朕是一个 不仁不义之君 年耕摇 可能是想以黄马褂 让皇上念及他昔日的好处 只是他一味为自己着想 却不顾皇上的延灭 朕还要再怎么念及他的好处 朝臣们已经定了年耕摇 大逆之罪五 七网之罪九 剑阅之罪十六 狂辈之罪十三 凡此种种九十二款 条条论律当战 启禀皇上 您答应在外求见皇上 皇上 不见 可是皇上 您答应已经求见皇上三回了 这回连头都撞破了 你跟他说 就是求见三百回也没用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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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如何惩罚臣妾不要紧 皇上 只求留下兄长一条命 就当是留一条拳马在身边为您尽重效力啊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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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妾求您了皇上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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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了结得差不多了 然打算 见你父亲为郑儿平立部尚书 监管督察院 左督御史 皇上用心良苦 臣妾怕父亲年迈 无法担此重任 你父亲虽然年迈 但是有你的聪慧在朕的身边 对朕也是个安慰 所以这个官职啊 是朕奖励他 也是嘉奖你 谢皇上 皇后娘娘对小主真好 什么都替小主想得周到 不为别的 皇后娘娘和我都是满君旗 自然格外厚待一点 这是一层 小主得皇上宠爱 皇后娘娘难免也要笼络小主一些 皇后赏的这些东西 挑些好的送去给婉萍 也算是我与她同住的一点心意 来 这里里面 道互照 因此 对 准显 没 须 新二 采访 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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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喜呢 按小主的吩咐 宿喜已经去当差了 皇上驾到 皇上惊安 怎么了 不高兴 臣妻自打娘太理出来 就没受过这种委屈 臣妻失忆了 到底怎么回事 你若是不告诉朕 朕怎么会知道你的委屈 皇上 臣妾初来宫中 不知道宫里是不是尊卑分明 上下有序 那是自然 那是自然 若是以下犯上 已被犯遵 是否要按规矩罚 不错 你看哪 说了半天 还是没有说清楚是怎么回事 朕如何替你做主啊 臣妾在宫中遇见了年答应 谁知 他不仅对臣妾视若无睹 还讥讽臣妾 是以让家里功劳进宫 自以为是做了美梦 以后却要落得和他一样下场 你人答应脾气不好 你别理他 你瞧你 一生气 妆也花了 脸也歪了 可不好看了 皇上偏心 明明说尊卑分明 可一听脸答应就不管了 他如今敢这样对臣妾 要是 要是哪天杀了臣妾 也未可知 好了 杀了你朕也心疼 去擦把脸 这件事 但是朕会处置 真的 那臣妾就放心了 朕白生 奴才在 齐贵人说的可真有歧视吗 皇上 齐贵人说的也是实情 不过您答应也算事出有因 今日是年耕摇三期 难怪您答应脾气不好 了 启禀娘娘 怎么了 奴才这几日留心着 似乎总有人在外地窥视我们 你看仔细了 是 奴才又来回瞧得不在真前 又来回看清了 他装着是在长街打扫 扎扎实实是握在墙根底下 听墙讲的 你看清是谁了吗 哪个宫里的 是年答应出的晋身太监 叫素喜的 皇上发落了周宁海之后 就是这个素喜在伺候年答应 奴才还见他随身带有伙食一类 意图不轨 只不过是宫中守卫森严 他还未曾得手 娘娘是否又让奴才勤了他 去见皇上 别理他 暗地里小心他的举动即可 不许打草惊喜 正 怒才先告退 今日太阳特别好 去请了梅姐姐来宫里下棋吧 是 只是皇后娘娘今日 请了棋贵人她们去听戏 小主要不要也去作陪 听说安贵人也会去的 今天是她们做主角的日子 我就不去凑热闹了 去请梅姐姐来吧 好 哎呀错了错了我再重下一个字 不许这样耍赖的 罢了罢了 罢了罢了 眼见是输了 我不玩了 这算什么 回忌不成便甩赖 进雪足了小家子气 来 我们再来一盘 我心里烦得很 就是在下诗句也是个书啊 我知道你烦什么 可惜时机未到 人家毕竟受宠了这么多年 要结果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你哪里知道我心里的恨 我只会比你更恨 我腹中掉下的 是我的亲骨肉 齐贵人呢 回来了吗 娘娘忘了 齐贵人听完了戏 去靖妃娘娘宫里用晚膳去了 外头雪刚化 她晚上回来怕瞧不见路 你在她店门口 多点上几盏灯吧 素喜来了 溜进了齐贵人住的偏店 这么多天 她总算找着下手的机会了 让不让她下手 全看娘娘的 我若不成全她 她如何跟她主子交代 你们主仆两个在打什么哑咪 你先出去等着 见着火势大了 再把她逮住 正 姐姐 想看年侍兰如何自掘坟墓吗 跟我来 来 老师 你 你 我 我的 我 你 我 你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水了 走水了 快 走水了 走水了 快呀 走水了 这 fool girl 这怎么干什么呢 这就是纵河之人 什么事啊 王上驾到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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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姐姐她 惠贵人 你的伤怎么样 姐姐定是吓坏了 都怪臣妾不好 好端端的来叫梅姐姐下棋做什么 万平娘娘请放心 惠贵人的精神倒是没有大碍 只是伤口烧得有些厉害 好端端的怎么会走水呢 这宫里的长氏太监呢 皇上恕罪都是奴才当差不小心 不过纵火之人已经抓到了 正等着发落 是有人蓄意放火吗 是 带上来 是 带人 事发时这个太监 在碎玉圈外鬼鬼祟祟 奴才已然在他身上 搜到了打火石和火油 人赃并获 你是哪个宫里的 皇上 这人是易坤公年大印身边的人 名叫肃喜 臣妾不是怎么得罪了这位公公 竟要臣妾公毁人亡 幸好奴才们发现得早 否则臣妾就没命再见皇上了 皇上 臣妾的阿玛与婉嫔的父亲 都是平年事有功的臣子 臣妾听闻年大印 想来与婉嫔不睦 如今贬出他自然甚以臣妾和婉嫔为恨 要不肖小一个太监 怎么敢火烧碎玉仙 毕竟是有人主使的 年大印就算不满 也只是对臣妾 却不想连累了齐贵人和梅姐姐 朕本不想赶尽杀绝 想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谁料他反而更加毒辣了 罢了 告诉皇后和婉妃 连夜审问苏喜 若今属实 即刻将年事打入冷宫赐死 不必来回朕 喳 我这里比思雨轩小点 你先将就着住吧 能住在这里我已经很高兴了 还记得吗 我们小的时候也常常这样 躺在床上说话 是啊 快新年了 沈亿年是兰芝士 不宜托到年后 怕不吉利 既然是二十五 最晚的二十九 她必死无疑 也不忘我烧伤了自己了 皇后与靖妃 从来与年事兰都是死敌 如今落入他们手中 其实她没有知识纵火 也会证据缺躁 何况现在铁证如山 你也真是的 何苦要烧伤自己 幸好现在天冷 要是在夏天必定要化浓了 大不了留个吧 换年事兰的命也不算亏 皇上只有见到我的伤口 才会知道焚火 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她才会想到 如果是烧在你的身上 她该有多么心痛 才会对年事兰恨之入骨 若不是她苦苦相逼 我竟不知 自己缘可以如此狠了 来日年事兰死了 我倒不知道该和谁斗了 宫里要斗还不简单 人人都可以斗 要不斗也简单 默默无闻 任人宰割即可 心人源源不断地进来 害怕以后的日子会寂寞吗 我就是担心你的伤口 还疼吗 没事了 等伤口愈合了 我就给你用疏痕胶 去吧是最好的 答应年事不思悔过 心肠歹毒 竟然只是奴才素洗放火烧碎玉轩 如此食恶不赦本宫决意严惩 赐死年事 否则后宫就无刚计法度可言了 方皇后娘娘顺利用方方 臣谢敬服 年事毕竟是否皇上多年 本宫就网开一面留他个全尸吧 简秋通知苏公公 准备毒酒匕首和白绫 让他自己选一个做了断 也算是顾念伺候皇上一场 皇后仁慈 若换了臣妾见他这么为非作胆 早就给他来个一刀两断 那才解气 你们都坐下吧 是 香品 你怎么了 回娘娘 臣妾近日神思倦怠 吃了好多药也不见好 在娘娘面前失忆了 快坐下吧 是 你要照顾瘟移 又近新年忙碌 难免劳累些 一定要养好身体才是 皇后娘娘昨夜审问肃喜 太过劳碌 今日应该多多休息 臣妾等先告退了 好吧 你们都先告退吧 臣妾告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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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西 苏公公那边说 何时送年事上路 本宫行此行 都是在黄昏时分 好好替我梳妆 我要去送年事 我去送年事 这边一边 我 analyzed我 我这边 的 看 cooler 不见 不见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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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的圣旨呢 拿来 皇上的意思是 交由皇后娘娘全权做主 没有皇上的圣旨 我绝不救死 皇上能亲口下令杀了我兄长 还怕还怕再下一道旨意给我吗 皇上的圣旨意给我 皇上就严恶我到如此地步吗 去请皇上就请皇上的圣旨来 我等着 ensus Fair 苏公公 且缓一缓吧 容我和年大印告别 noisy 是 娘娘自编吧 奴才在外头候着就是了 真是对不住了 称呼惯了您娘娘 骤然要叫你答应 还真是不习惯呢 手炉凉了 再加几块探个 是 可小主一人在这儿太危险了 你去吧 若有什么动静 苏公公他们在外面呢 这 皇上为什么厌恶你 你知道吗 皇上从来都没有厌恶过我 皇上从前很宠爱我 就算我犯了再大的过错 他再生气 也不舍得不离我太久 皇上为什么喜欢你 你知道吗 就因为你的美貌 宫中可从来不缺美貌的女人 你是说皇上因我是年庚瑶的妹妹才加以宠爱 皇上 端妃也是将本之女 其实你自己心里面都清楚 又何必要自欺欺人呢 你胡说 皇上怎么会对我没有真心 或许有吧 可即使有 你和年庚瑶跋扈多年 这点真心 恐怕也耗得一点都不剩了 你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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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自己不中用 才跪了半个时针 就会小产 你自己保不住 自己的孩子 何会要来怪我 我 只要是敢跟我跟我争宠的女人 你知道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那小产之后 就没有再怀上孩子吗 你知道为什么那小产之后 你知不知道那欢衣箱里面 有大量的摄像 我家人的未经认我爸在这一样之中 有需要人的生活 就会看有些人 竟然是不错的 也不过那房子 对我这一样的爱情 都没有更多哦 就是你自己重新的呼吸 我觉得每一堆行员 很与点 我找我一样的 这一种 我以为你是年家的女儿 皇上的年更瑶早有解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